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触屏幕上的对焦目标 且对焦框呈绿色不在移动时表示对焦完成 单次自动对焦完成后 焦距即会固定 当拍摄的兴趣点有远近变化 则需要及时进行再次对焦 如果对焦目标过亮 过暗 无纹理 ISO 过高 对焦目标高速运动或镜头在转动时 自动对焦容易失败 自动对焦失败后 将在APP上显示红色的对焦框 并把合焦点调整到无穷远 此时建议进行手动对焦 屏幕右上角显示切换AF或MF的图标 切换到MF时 会在屏幕右侧显示对焦框 拖动并观察画面 直至对焦目标变为清晰 则对焦完成 还可以开启峰值对焦预值 以辅助对焦 以上就是FUNDAM 4 Pro相机对焦操作的方法 感谢您的收看